那接下来再做一个延伸讨论就是 是不是一定都找得出来呢 有没有可能韩信他士兵报数的时候 十个一排余一 十二个一排余二呢 那这边就是说是不是一定找得到 那韩信如果听到这样子就知道 他士兵排队的时候排错了 有人可能后来才出现 第二次排的时候才出现 第一次还没有到 因为为什么这会有问题呢 因为除死余一 我们感觉上就是这样 就是二 除死余一我们可以衍生成 就是这样 除二也会余一 除二余一 但是那个 除十二余二呢 这是除二 这是余二 那应该是整除 所以如果他们有公因素的时候 就是要确定他们的公因素 是不是在两边的行为有没有一致 对 那怎么行 所以这边就是说有公因素的时候要怎么去检查 但只要不护质 只要护质就一定有解 不护质就不一定有解 就是要检查他们公因素的部分 是不是余数会一致 那这边也可以就简单的应用就是说 事实上就是没有遗子年 没有遗子年就是刚刚那个问题 对 因为天干 有甲乙丙丁物极更新人魁十个 地支有 直走一卯成四五位 生柳虚亥十二个 所以整个天干跟地支 如果要随意搭配 其实有120种 可是为什么只有60种呢 对 因为有一些会轮不到 这是类似刚刚的问题 所以遗子年怎样 遗子年就是等于是除十余二 那除 对 就是除十余二 除十二余一 所以这种情况就不可能都会轮到 那我们也可以来顺便做几个小练习 就是说今年是癸四年 对 那我们想要推测就是摩一年是多少年 例如我们想要知道1981是哪一年 1981 那 1981跟2013 2013 总共差了32 总共差了32年 所以以天干来说 他等于是绕了三回 又两个 所以我们现在要倒推的话 等于是癸 再倒推两个 那就变成新 所以1981的天干应该是新年 4 4 4是12一个循环 12个循环 32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 你可以想成是-4 这里是 我们用负的概念 其实比较 数字比较小一点 所以 所以 他可以是正八也可以是负四 这两个都是ok的 但是负四比较简单 所以我要倒推负四 就等往前四格 所以今年是那个四年 再往前四年之后呢 123 4 就是那个有新年 所以1981就是那个应该是新有年 好 那 中国历法上 其实你看清代的历史 其实他对战争描述 其实还蛮喜欢用那种 就是甲子来纪年 但是我在看明代之前历史好像就很少 就比较用 之前比较常用皇帝年套 但是后来 晚清的时候反而经常是用那个 用年代 所以像甲午战争 户虚变法 心态革命 而 像今年是 葵四 葵四的下一个其实就是 就是甲午 所以 那个2014就是甲午战争 120周年 这也是 甲午战争的时候 就是 中国跟日本打 打败千人马关条约 所以台湾那时候就会割让给日本 好 那 这是关于这边的一个讨论 那我们可以再延伸来看几个问题